欢迎收看投家看台北节目 我是主持人温云君 今天节目要为大家来介绍 锦铃关板大桥的华南市场 华南市场是台北市面积最大 摊商数最多的传统市场 附近周边因而生的生鲜蔬果供应链 食材加工冷冻食品 还有塑料干货等等 成为特别的产业特色 然而历经近38年的岁月 现今的华南市场老太必旧 环境也有待赶上 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来宾 来跟我们聊聊华南市场的改建 与未来发展 首先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介绍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局长 彭震生彭局长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台北市市场处处长 许玄蒙 许处长 大家好 第三位是我们台北市 环南市场知之会副会长蔡和毅 大家好 欢迎三位卫兵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首先我们先请处长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说 这个环南市场这种建筑 过去的历史以及特色好吗 好 那跟大家各位观众 我们华南市场是民国67年开始启用 整个面积大概是1.8公顷 它是分成甲乙丙丁四栋 那属于地下一层 地上两层建筑物 那总共我们大概有1323摊的业者 那这边所贩卖的一肉口菜都有 那大概占台北市 整个生鲜每日大概有30% 所以是一个民生需求 民生日用品 供应的一个大本业 大概情况是这样 好 所以那华南市场 目经说历经了38年 那目前它的形态 跟它的环境是怎么样子 也可以跟我们大略介绍一下吗 建物使用38年了 那整个建物的结构 还有因为比较老旧了 那因为生鲜遗肉 所以用水量会比较多 对建物的侵蚀会比较厉害 那设备就会比较老旧 那整个环境 对整个现代化的经营就比较不符合 那再加上这个二代接班 年轻人也比较不愿意进来 那这么大的一个卖场面积 需要去做充分使用 所以整个周边的环境 如果能够依照现况的需要 来改善的话 对整个大台北地区 特别是台北市西南区的都市更新 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除了市场的改建 对整个都市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才有改建的需要 所以据我们所知 这个改建其实已经讲了很多年了 然后在这个月的6号开始动工 那处长觉得说 他有改建的必要性 大概是有哪些方面 然后需要这样子改建呢 刚刚有关改建的需要 刚刚有做跟各位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对于整个改建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牵涉到摊商 刚刚报告1323摊的一个摊商 还有也会根据广大的消费大众 然后跟周边的居民 周边的里林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蛮复杂的 那整个市政府内部 夸局处的会议就100场以上 那整个跟地方的里林摊商的说明 超过50场 那整个都市设计变更呢 也有30场以上 这样的多场次 多方面多面向的一个沟通 就可以看出说 我们整个市场改建之前的一个困难度 那整个市场 他以我们困难市场大概一天 大概有一千顿的一个 一千公顿的遗漏口菜 这样的一个销售量 他的一天的营业额 大概是在3900万 大概4000万到5000万当中 那整个如果在未来再改建的以后 大概可以到5000万以上 那我们周边靠这个市场 在整个营业的 光摊1323摊 如果每一摊四个人 大概有大概有6000人左右的一个的一个业者 那每天在进出有将近2万个消费者 这样加起来两三万人每天都在那边进出 那周边有跟他的上下游企业有大概是一两千的一个加工处理的一个 店家所以这是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商城 一个商街的一个供应需要 所以这样的一个规划改建是有它的必要性 所以您刚刚提到说这个改建其实需要很大的工程嘛 那我们的副会长其实本身也是摊商 那在跟市府协调说要改建的这个过程呢 您觉得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那市场还有什么样的改变 那包括说到可能建筑比较旧啊 或者是对你们摊商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三十八年的建筑一定是比较老旧啦 那这次我们柯市长还有我们一些局处的首长 也很用心的跟我们配合开会 就是要把我们翻单市场 卖向现代化的市场经营方式 所以我们摊商也是很期许赶快改建啦 未来看能不能第一带动生意的繁荣 第二那个经济生意方面看能不能比较好 还有人员 刚才处长有讲的第二代面临断层的危险 没有人愿意接问题就是说市场太老旧了 一些年轻人不愿意进来做这种工作 他们宁愿去一小时一百多块的时薪去赚钱 因为市场真的老旧还有脏乱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你们其实也很期待就是更新嘛 那在跟市场处啊局处这边有很多的那个协调会 那你们参加会有什么样的意见 或者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意见是很多啦 但是我们处长也很用心啦 他也是会跟我们一一解释还有沟通配合这样子 真的不错啦 那我在环南市场面临老旧甚至比较杂乱的情况下 那市府这边要怎么样沟通协商跟改建 刚刚说到其实已经开了很多场就是沟通协调的会 那其实在这上面有没有一些困难点 或者一些就是需要有待还协商的项目呢 我想在沟通的部分喔 第一个摊商的需求设计 这个部分第一阶段就是摊商要什么 刚顾委长在讲点 传统式的市场跟未来要比较吸引现代式的市场 它有什么不同 我刚刚一个摊位我也在讲 一个摊位理论上要有三个功能 一个就是仓储 一个是加工处理 一个就是接客换送 这三个功能要同样在一个摊位里面满足 那摊位因为这么多摊 那摊位面积大小有限 所以它有相关的一个设计上的需求 那对于整个传统式的建筑 跟未来形影上像现代的一个载配啦 像一些立建筑啦 还有一些水资源电的回收啦 立能的问题 这些现在盖六年后会变成什么样 现在满足了 现在要的 跟六年后盖好要进去的时候 真的会有落差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部分都要仰仗 像我们专业的 像我们局长这边 一些专业的问题给我们提点 所以沟通协调 绝对不是只有我管理面 跟摊上业者的问题 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周边里民居民 对整个市场改建的期望 这个期望很多 因为改建过程当中 就会造成周边环境的感染 那当地的里长都非常用心 也会给我们很多建议 那改建以后 希望除了市场功能以外 还有一些互使设施的功能 这个部分怎么样去处理 那另外一个就是市场在改建过程当中 相关配套的一些单位 还有一个中级安置的问题等等 这些都非常的繁杂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长的时间 特别一个市场 200摊已经很大了 我们的市场 环栏市场相当于八个市场的集合 所以沟通协调起来 複杂度更高 有没有什么案件或者是什么设施 是决定是以可能里长反应的意见 或是摊上反应的意见为主 然后来进行改造的呢 我想最简单的就是一些停车的需求 这是在地的里长也都很在意的 那譬如说一些公共设施 一些活动的空间的需要等等 这是地方上的要求 那我们摊上业者1323摊 如果每一摊都有一辆车 你知道它要多少个停车位吗 当然没有办法这样满足 所以光停车需求 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刚刚我也特别讲 摊位每一个摊位有限 如何能够充分应用 空间的设计就会很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分区分类 鱼肉果菜 那本身每一种不同的用水量 油脂量 含土量等等 那这么大的面积 它的泄水坡度 供水供电等等等等这些 真的是继续迷 还好市场处不是只有一个单位 它是一个台北市 是一个市府整体的团队 大家给市场处很多的鼓励跟支持 谢谢 好 所以刚刚处长有提到说 其实这个施工也是需要很大的工程 那我们局长可以来跟我们讲一下说 其实改建前一些评估 或是在施工工程上 有什么样要特别注意的呢 好的 我想这样子 刚刚我们徐处长也提到说 这个市场的改建 它有目前这个反染是有几个困难 所以才拖了18年 第一个我们要不能影响 目前的摊商的生意 第二个我们在这个局限空间里面 要把它改建成1300摊 然后一天的销售量是1000公顿的 这个余货量跟蔬菜量要顺利的还是继续交易 这是有一点困难点 我想市长那天也有讲说 要了解一个城市的进步 第一个就是你跑到市场去看 就知道这个城市的进步如何 那我们很怕说 我们去看到现在环南市场 以为台湾是很落后 所以柯市长就一直想说 要赶快把环南市场改变 那改变不是只有摊商的关系 它还有这个附近居民的 还有我们市政府的 这个要互相协调合作 我想我先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说我住在这个市府宿舍的旁边 有一个双联市场 我每次陪我太太去买菜的时候 都发觉很多日本的观光客 尤其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观光客 都在欣赏我们的传统市场的买卖 我想这个代表一个意义就是说 大概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这种市场 那现在大概在日本 他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市场 所以他拿拍照 然后互相拍照 然后拍摄一些 有关于我们在卖菜的这些情况 这就是说它是怀旧 就代表说我们的传统市场 在日本已经很少能够看到了 所以我们在改建市场的时候 我们也跟市场住然后去日本考察他们比较先进的市场 为什么要考察就是说 大概我们台湾的生活形态跟日本比较接近 所以大概我们过去的历史就是它已经走过了 所以我们这次也到日本去参观说现代市场的这个情况 我首先要介绍这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第二点困难在哪里 因为我们在一个局限里面 然后我们穿西装要改西装那更难了 我刚刚提到说不能影响交通 不能影响它的营业 当然会影响但是不是全部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就费尽脑力 第一个我们要先解决它的停车的问题 就是我们把分二期改建的时候 第一期的部分拿掉的时候 它停车场没有的 所以我们事先要把停车在提外的部分就盖了 740位的这个停车位 还有292部的这个机车停车位 还要维持原有450几个原有的汽车停车位 这是第一个要说明的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因为它在现地的改建 所以我们必须要预防噪音 还有这个空气污染的还有水污染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在局限空间里面 分两期施工是有一点难度 这是我们公务局当时考虑的时候 所要去维持的 第三个就是说交通维持计划 我们知道说我们把一半的土地 停车场移到外面去 那刚刚我们局数长讲说 每天有2万人要进出 要来买卖的时候 到底它的停车问题要如何 所以交通维持机会变成 我们这次跟市府里面的交通局 经过详细规划 包括说我们分两期新建里面的 六米巷都要不要留 然后我们在西藏路跟蒙甲大道 跟环河南路之间的 这个交通维持要怎么样去订定 这都是我们要充分考量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如何去盖一个现代的市场 我想刚刚徐处长讲得非常清楚 说我们盖这个市场要1900多个日历天 到底是说我们盖完以后 到1900日历天完以后 我们的市场是不是又进步了 这是我们要考量的 所以我们会把现在法令上 所规定的一些主要的因子 我们都把它考虑进去了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会考虑到绿建筑的设计 我想这个图案里面 我们就非常的知道说 绿建筑包括什么 绿建筑它里面有分个五级金银铜铁 那这一次我们绿建筑是希望能够拿到银牌 银牌是包括绿化的量的指标 我们希望说绿建筑不止屋顶是绿建筑 然后我们的每一个窗台都怎样 退缩然后种植树木 大概我们可以种植到133棵的桥木 第二个就是说基地的保水指标 我们知道说一个基地里面 现在极端气候里面我们关系什么 我们有时候水一来下的太多 第二不然就没水了 所以我们台北市政府希望推展海民城市里面 我们希望说每一个基地都有保水的能力 那我们这里一共有6576平方米来做工 基地的保水之用 第三个就是日常的节能 因为我们的大楼是地下二层地上六层 所以我们希望说平常我们用的这些RC的外墙 我们有隔热的作用 而对顶层我们的负层的这种隔热效果 使得我们节能减碳达到一定的目标 另外一个是CO2的减量 我想节能减碳 那我们这一次就利用钢骨跟RC结构 混搭起来盖一个地上六层地下两层的建筑物 那个顺便我们讲说这个水资源的指标 我们在整个这个地下的地下室里面 我们有装了一个一千两百四十六立方米的 这个雨水回收系统 那雨水回收系统除了可以供给市场的地榜洗涤之外 我们还可以供给这些植物的灌溉之用 这是有关于我们的绿化指标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环栏市场 我们也有申请到这个同级的这个智慧建筑 我想应该怎么解释说什么叫智慧建筑 这个一个很新潮的名字 就像我们现在的人 你进到你房子里面什么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这个市场里面都会顾及到 第一个就是说综合布线 以前我们的布线都是埋在柱子里面 那万一坏掉的时候没有办法修理 那这一次第一个我们有几个 第一个我们明线的布置 比如说我们线是用明线来布置的 那坏掉的时候要维修的也比较容易 第二个方面我们这哪一个地方是什么线 那这样的话要装潢要修改的时候会比较确认 第二个是什么资讯通信指标 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市场里面 就像我们家庭用户一样 我们不只有WiFi的 我们有广播系统 我们有监视系统 这些都是在整个系统里面都存在的 安全防災 就包括我们有这个火警警示器的指标 所以万一火灾的时候我们的自动会警示 所以大概我们的整个 包括节能管理健康舒适的环境 都是智慧建筑的一部分 包括我们的停车有车牌的建设系统 还有夜间的警示系统 我想我们这个市场以后管理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 包括说我们有资讯系统 可以把进货量出货的量 就用电脑方式来把它计算出来 我想这样的话希望说64个月以后 我们这个建筑不会落伍 不只是建筑的形态不落伍 包括我们的管理形态不落伍 当然我们柯市长要求说 市场改建好了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 摊商的部分 因为是这个时代潮流的改变 可以改变它的营运模式 也希望说第二代接班的时候 不在以前说我们隔夜抬抬 就放在肚子 这样不好 希望说这个可以改变 变成现代市场的这个形态 那这样的话 才会配合整个市场改建 达到最高的这个目的 好 谢谢我们局长 为我们详细的介绍说 这个新建筑的特色 那节目谈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再为您介绍 欢迎来市场新建筑更多的资讯 包括建筑工法 以及新建筑的特色 大家好 我是诈骗集团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 我是怎么看你的钱 赵佩佩 你设计的洗钱案 必须先把账户的钱 交给我们监管 赶快把钱汇进来 假装拉你撒撒娇啊 买完游戏点数 用来传给我 我们就可以见面咯 是不是很容易啊 其实我还有一个结招 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 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 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 钱如在 你被我骗过了吗 165版诈骗专信 关心您的钱 关心您啦 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 首先我来告诉大家 什么是人口贩运 有要出国旅行的 以及外来人口 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 发现可疑的地方 要检举通报 移民署跟司法警察 会持续巡逻 查契 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 抓到你们了 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 都会不断努力 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 欢迎回来投家看台北节目现场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关于 淮南市场的动工准备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段 先前本台采访 淮南市场动工的新闻 淮南市场改建案 历经18年的协商与磨合 终于在科市长任内 也就是2016年11月6号 即将动工新建 陈发局林崇杰局长表示 18年来 摊商与周边的居民意见分杂 最后在召开上百次的说明会后 有了共识 因此在动工后 以营运不中断的模式进行改建 符合摊商还有居民的期待 基本原则是营运不中断 在这样过程中 让所有的摊商 这1300多户摊的期待 仍然持续运作 这样的过程中 让整个工期 从原来的9年缩短为6年 那第二个是在预算上 由原来的70亿 我们把它降为58亿 那么第三个在这样过程中 我们也增加了题外的停车 将近高达合起来 大概1000多个停车位 来服务整个地方 跟整个这个市场运作的需要 使用已达38年之久的环南市场 环境卫生不佳 鼠背资深 以及地面湿滑 向来是最为诟病之处 因此这回的诊建案 不但要把这些的缺失通通改进 同时还会把周边停车问题 一并解决 希望把环南市场 改建为符合现代化潮流的 新形态市场 我们期待 把整个面对现在 各位在画面上所看到的 不管是建物老旧 不管是环境的脏乱 不管是这个地面的施滑 都可以做个统一的处理 让它变成是一个现代化的市场 那不仅仅是一个现代化的市场 它必须符合现代化的过程中 所需要的 不管是智慧绿色的一个建筑的要求 同时它必须要具合 符合现在新的这种零售批发 各种所需要的这个规格 改建后的环南市场 为地下两层 地上六层 1036摊生鲜摊位配置在一楼 杂货以及饮食类的72摊 配置在二楼 另外还会包括3345个 七七车停车阁 以及大型的卸货车位 预计将会到民国111年2月全部完工 好 影片刚刚有提到说 这次的工程不同以往 那我们也先请局长来为我们解说一下 刚刚有提到我们动工前的准备 那有什么样子的施工 或是什么方式呢 好的 我想施工前准备的时候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软体的部分 当然是附近的里民 或者里长都反映说 那个环南市场 因为营运了三十几年 大概里面的老鼠很多 那是不是会因为工程一动工下去 这老鼠就流窜 就本来是在市场里面 然后它流窜在各个住户里面 那就变成一个环境的污染 使得这附近的市民的生活受到影响 所以第一个部分 我们市场管理处也有做灭鼠的动作 当然灭鼠它也不是内行 就是我们请环保局就去第一次灭鼠 但是效果不彰 然后我们就第二次的时候 就是我们希望说在开工之前 所以我们承包商也跟市场管理处 再做第二次灭鼠的行动 我想第二次的绩效就好了一点 第三次就是说我们在开工的时候 我们在工程旁边用围离 还有各种灭鼠的我们施工厂商也会配合来办理 这是第一个管理灭鼠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动工 动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先挖地下室 挖地下室之前 我们是不是原有的 刚刚我提到说 这个停车场已经有了 然后通道已经有了 那第三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希望说施工厂商在挖地下道的时候的进车 就是车辆的进出不要是在晚上9点到早上8点 因为我们知道说市场进后的时间是在夜间 那白天是做生意 那我们希望说夜间的时候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工程车会影响到 这个采买车的进出 所以这个是我们有规定的 第二个部分噪音的问题我刚刚提到说 我们除了说有围离以外 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所有的 钢板砖的定力的时候都是油压式的 使减低噪音 第三个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机器里面也装消音器 以减低噪音的困扰 就管理噪音部分 另外就是说我们挖连续壁的时候 我们的污水 我们会控制到最理想的情况 包括说我们工地的洒水这些都好 另外我今天要特别介绍说 我们工程进行的时候 这次我们用BIM 什么叫BIM BIM B就是Building I就是Information M就是Modeling 就是说我们利用建筑的资讯模组来设计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建筑结构 是用资讯去设计的时候 我们把模组组合起来 所以这模组有什么好处 就是说万一我们做错了 所以我们倒带还倒回来 所以我们可以严格控制我们工程的进度 同时也可以控制工程的品质 这是关于设计的部分 第三个部分 当时我们也到地区跟里长附近的居民 修改我们应该所注意的事项 第四个就是说我们有设立一个公务所 这个公务所里面我们怕说市场改建里面 每天都有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公务所里面有包括 包括市场数的人员 包括民政局的人员 还有包括我们工程人员 还有环保局的人员 就是我们希望说 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建立LINE的群组 马上就地解决 那这样的话 我们工程施工之中的纠纷 会减到最低的程度 我想说施工前的考量 交通的维持 还有工地的各种安全 还有工程设计的部分 我们都有做事先来考量 我们希望说 这个工程会使得顺利的进行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当时设计有考量节能减差 就是说我们地下是RC 就是钢筋粉泥土的 然后一二楼的部分 我们是SRC 就是钢筋粉泥土 什么叫钢筋粉泥土 因为我们知道说 地上的一楼跟一里楼的部分 我们要二楼部分 我们的挑高是6.5米 那地下一二楼的部分 我们是挑高5.4米 因为它挑高的关系 所以我们利用钢筋的结构 使得它耐震力增强 使它的韧性增大 那这样的话 汽车进出的时候 你安全性会增高 那其他的部分 我们二楼以上的部分 我们是用钢筋结构 就是说 因为二楼以上 我们是做停车厂 另外就是说 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为了要使污水 不要乱排放 所以我们在地下二楼部分 有做污水的处理措施 我们知道以往的市场 都没有做这些初级处理 使得我们这些污水就失忆 就变成 错位就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做了这个初级的污水 处理措施以后 等它达到一定的标准以后 我们在排放我们公务局的 未公处的 未公管里面 那这样的话 臭味就不会失忆 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以前的市场 为什么都有味道 就是因为我们的垃圾场是落天的 那我们这一次 垃圾场是用一个半封闭式的 而且有空调的设备 那这样的话 我们大概有540平方公尺的地方 我们会把当天的垃圾 或是集中起来在那个地方 然后集中运离的时候 那这样的话 对整个市场的环境 还有味道就会减轻 我想公务局在工程设计方面 除了考量是以外 另外我们连续壁是用高乳粉泥土 高乳粉泥土就是说它的碳量 是减少的 它减碳量 所以使得这个环境以后 整个的施工的品质会更好 我想在施工前施工中 那施工后呢 我们都有做万全的准备 希望这个工程呢 在111年的3月份就可以完工 这是以这样公务局的补充的说明 好 其实刚刚听完 局长这样详细的介绍之后 我们知道说市府团队 为了这个环南市场的改建 可以说是全方面的来考虑 那你刚刚说就是希望可以在 111年是整齐完工 那我们108年的时候 108月 8月的时候会把第一期工程完成 那第一期工程完成的时候 会把原有住在ABCD栋的这些摊商先搬过来 那搬过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做第二期工程的这个施作 那第二期工程当然过程跟第一期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我们希望在111年的3月份的时候 我们整个市场就完成 那时候我想完成的市场是一个 它有绿化的 它是智慧型的 它是现代的 然后它是节能减碳的一个大楼 那时候这个环南市场就是一个崭新的局面 使得我们市场的品质提高 为民服务的这个品质也可以提高这样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我们这样的工法 其实是一个不间断营业的方式 兼顾了店家还有民众的买卖 也同时就是新建的工程 让民众可以到市场采买各种菜色 那也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来说明一下说 那新建筑的规划跟特色 对于就是环境或者是营造上 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工法吗 对我想是工法部分 就是我们是地下连续壁工法 然后我刚刚再强调就是我们地下一二楼部分 就是钢筋混凝土结构 然后地上一二层的部分是SRC 我刚刚提到是一个钢骨混凝土结构 就是以钢骨为主加上钢筋混凝土的混合搭购 这个搭接起来的一个系统 就是结构系统 那二楼以上就是钢骨的 以后就当停车场使用 我想这样的话 以后我们的停车场就有一千多位 一千多个停车场 包括体外的停车场的部分 应该就可以满足当地的摊商 还有购买者的交通需求 我想这样的话以后附近的交通 就不会因为停车问题的问题 而产生都市交通的阻塞 但你刚刚提到说就是柯市长还有市务团队 有一起到日本参访 对 那听说日本那边有一些就是新的 就是智慧化的管理方式 对 然后我们这边有什么也可以来引进的呢 对 我们这一次也有把资讯化的这个 买卖过程是用资讯电脑化 但是我们当时考量中 现在的摊商他不晓得会不会用 所以我们把基础的线搭上去 但是他要渐进式的去符合这个机器 不是说我盖好以后他就能够使用 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我们会把设备先做好 然后摊商的话 因为他的软体的部分 他要慢慢的进展 使得跟日本一样 因为日本就是说 他大概是买卖完成的时候 电脑萤幕上就显现了 然后今天的进货量多少 出货量多少 然后标叫多少 它一次就显现出来 我想这要渐进式的 我们当时也跟摊商协调的时候 他们也希望说 他们也没有办法一处合集 我们想说 这个是要有技术的 但是基础上我们都把它设立好了 就是所谓的智慧建筑 也就是说 所有的软体的部分 我们先把它布建好 然后其他的部分 就由市场管理处辅导 整个摊商自治会里面 慢慢的是把它熟悉环境 熟悉机器 而使得这个经营方式 会得到改善 所以我们副会长 听完说这个新的智慧化管理方式 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是在衔接上面 会不会有一些就是 新的困扰或者是什么方式 现在经营的方式 因为大部分都是老一辈的人在经营 刚刚局长有讲的 这个是我们未来可以去迈向新的理想去做 但是我们年轻一代的 也是希望有这种东西出来 这样子第一 市场经营方式也可以迈向新的 比较能跟别人不一样 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 就比较有竞争力了 不要把原来的经营方式带回去 带到未来新的市场 这样子浪费55亿的建筑 这句话也是柯市长讲的 花了55亿 不要把过去的经营模式带到以后去 是啊 我们摊山也是会慢慢去学习 就是在未来的方面 就是我们也是要有时间去学习 学习这种方式 我们现在也开始有跟业者慢慢沟通 慢慢沟通以后未来要怎么做 让他们慢慢去适应 不要说到时候搬到新的市场里面 这样子就来不及了 这个我再说明一下 就是说像市场的经营方式 本来市场是有意见说 是不是市场出可以跟自治会 共同组一个团去日本 或者其他韩国地方去参观一下 参观的目的就是说 以后我们的市场就长这个样子 然后我另外要提出一点就是说 其实外国的市场它不是只有卖卖而已 就是说它也变成观光地方 所以它我们到日本去的时候 它有观光路线 就像我们可以看看说 它的市场的买卖是怎样 然后卖些什么东西 它整个的架构是如何 如何拍卖如何零批如何怎样 如何变成零售 所以这个代表说我们希望说 以后的市场是怎样 是白天的时候是晚上是进货 那白天早上的时候是买卖 那下午以后变成观光社 变成说晚上有餐厅 有特色餐厅 譬如说他们的海产 上面就有海产的餐厅 那这样的话变成说一个市场的使用 它是24小时都可以使用的 半夜是进货 那凌晨的时候是拍卖 然后这个早上的时候是林批 然后有林批市长 那晚上的时候又可以变成一个餐厅 然后中间我们又可以导引这些观光客 来观光说 我刚刚提到说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否 你去看它的市场半个小时就可以了解 我希望说我们环南市场盖完以后 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了 当然这个需要官民的互相合作 使得我们这个市场的改建 不然我们投资了55亿 那花了1900多天 可以把这个市场盖得更美好 然后营运的更好 也使得我们的市场的营运方式更进步 那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市场 这样子 好 所以听完这些规划 大家是不是对环南市场新建筑 也非常大的期待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段节目继续来告诉观众 关于环南市场周边的规划 以及未来发展 来 好吃吧 人类住在这颗星球上五百万年了 生命总是一代一代传给下一代 七十年来 台湾的总用电量增加了近七百倍 这一代享受文明便利 下一代却要接手这样的地球 这边也都很坏了 所有的运动都是往前冲刺 争取胜利 只有拔河 却是要一步步的往后退 每部电影的完成 都需要许多专业人士 共同创作及努力 影像工作者需要您的支持 请尊重智慧财产权 请勿在西院录音录影拍照 欢迎回来投家看台北的节目现场 我们继续来谈谈未来这个华南市场的效益 我们一样先来看一下先前的采访 华南市场即将动工改建 不仅让身处市场内的一千三百二十三个摊商 看到未来与希望 就连让之后也要改建的大龙成功第一果菜批发 以及鱼类批发市场也看到了曙光 市场柯文哲指出 华南市场的改建 确实具备指标意义 最主要代表着西区轴线翻转实现的起点 这个华南市场花五十五亿 这是在硬体 将来软体应该陆陆续续还会有一些发挥 华南市场是我们整个市场改建的一部分 包括大同市场现在已经开工该到一半 这个礼拜是华南市场 大概明年就是成功市场 那再来是低果菜市场跟鱼市场 所以我们在几个大的市场 在都会陆续改变 那华南市场在整个台北市政的发展 有它的特殊预业 因为这是轴线翻转的 一个真正开始实现的开始 总工程费用降为五十五亿 并且把九年的工期缩短为五年半 主导华南市场工程进度的公务局指出 最主要的关键就是增建体外停车场 并且使用RC钢股结构建筑 打造一座绿建筑模式的新形态传统市场 要把这个工程完成 在工程完成的期间 市场云运不能中断 第二个呢 就是说现在市场的改建 变成是现在的趋势 我们希望市场是一个省水的 是节能减碳的 也是 也是 也不只是节能减碳以外 我们的雨水回缩 包括开放空间 大量的氯化 地温的垃圾场 还有废区的处理 甚至有我们这一个 这个环南市场里面的地下 我们也做一个污水处理的动作 我们希望说以后的市场 是不是像现在的样子 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市场 环南市场动工之后 将让摊商还有消费者 能在变动最少的状态下 维持原来的消费形态 等第一阶段完工之后 让摊商进驻新的场地 作为中继市场 等待第二阶段的完工 将在2022年以崭新面貌呈现 好 看完影片可以很骄傲的来说 市服团队可以说是用了很多心思 在改造传统市场 可以给市民朋友一个更优质的环境 那我们想请问一下处长 未来这个环南市场的规划 以及有什么样的营运 可以配合就是这些建造的工法呢 刚刚我们局长这边也特别包括 我们环南市场 花费很多心力来干 有一个非常现代化硬体的建筑 那么整个新的管理模式 就要来跟得上 但是这个管理的习惯 贩卖的习惯不是一处可乘 不是一可乘 所以我们市场 柯市场告诉我们说 现在就要开始 现在就要开始什么 把管理还有所谓 这个经营贩卖的习惯 慢慢来改善 那我们市场处这边也跟 自治会跟摊商这边提出了几个要求 现在切实环境老旧 交易的环境脏乱 所以我们提出几个要求 一个就是所谓的干湿要分离 干湿要分离 湿水就是造成脏乱的一个更年 第二个就是垃圾不落地 希望所有的这些菜渣什么 都要有一个容器能量来给它收 第三个就是要包装 要减量 要简单化 这样的话不然每天回收的池 那些资源回收的很大 最后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在卖场里面 我们传统食堂 机车到处乱窜 所以机车不要进去 这是我们基本上 来有四个对我们业者这样一个要求 那对整个消费大众 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最基本的 诚实交易的环境 诚实交易环境 包括食品安全 包括论金清凉 要合乎公道 这是一个基本上的要求 那我们想 刚刚我们局长特别讲 这么现代化的一个建筑物 那应该有一个 我们传统在地的一个精神灵魂在 所以它是一个 要强调我们在地的食材 传统市场最引以为傲 就是我们在地的食材 它是一个在地的文化 是一个在地生活的表现 所以他刚刚讲 我们的人生在其中 也许不知道它的美妙 它的好 但是观观客来了 他说 哦 原来我撕掉了 就在这边 所以这个部分 传统市场的一个老灵魂 在一个新气壳里面 如何去让它提升 这是我想整个管理上 还有经营上 未来要需要进一步改善的 那我们也常常知道说 这么短的时间 大概是五六年时间改善了 一期二期工程 盖好以后 要怎么过渡到一个现代 刚刚讲说 现在都已经在载配了 都用手机APP 甚至一些直接 只可以租户了 不要有现金交易了 对于未来交易的形态 会产生很大的改变 这些在技术上 我想现在的年轻年 经过六年以后 会可能进入中年 都应该可以应用 这点我们比较不担心 设备 我们局长已经讲过 一流的设备 已经在那边了 时间到加上去就可以用 最主要是观念上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也提出了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过渡 也就是5S加PTCA 5S加PTCA 所谓何谓5S 基本上就是一个整理 整顿清掃清洁 还有最后一个素养 整理什么 把要用不要用的分开 整顿把要用的放在固定的地方来 清洁的部分就是清掃的部分 把应该整理的东西弄得刚刚今天不要污染 要把它贯彻执行 清洁就把前面三项落实执行 年年都会做到 再来做一个什么 再来就是把所有的习惯 把它的习惯养成 把习惯养成 这么简单的工作 把它养成习惯以后 在基本上一个好的现代化环境里面 那管理商就不会有问题 那当然PTCA就是说 这是一个循环性的管理 这管理的工作 现场卖场处理的动作 不是只有市政府的工作 不是只有市场处的工作 是我们自治会 是我们所有摊商的工作 甚至我们也要来要求 我们的消费大众 现在大卖场是我们传统市场的一个挑战 我们要跟他学习 我们要超越他 我们跟他一样 要加了我们的人情味 这是我们可以胜他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计划 然后我们要去执行 然后我们去检讨 我们有不对的地方 然后我们去改善 然后我们再去一直不断的 在这六年过程当中 不断的会来跟我们摊商 来共同进步 来把这个整个习惯来养成 等到市场盖好以后 搬进去就一次到位了 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要求 一个要求 那所有的工作 讲好像很容易 讲好像很容易 要做起来 除了我们的落实执行要求以外 我们要求我们副会长 我们所有摊商朋友 甚至我们的消费大众 跟我们共同来合作 共同来努力 希望整个凡凡市场 改建新的一个硬体 好了以后 它的一个环境 它的卖场 能够满足大家的需要 大家的需求 这是我们的意思 所以市场处跟自治会 这边会不会有 规划一系列的课程 或者是一些 可以让摊商朋友 他们可以学习到这些 新的运用方式 管理方式这样 当然会有 刚刚我们局长都讲 我们市场说 你市场是不是把摊商带着 除了看看 我们在地的一些 限大的卖场的经营里面 必要的时候到外面去看看 到国外去看看 不只看人家好的 也要看人家不好的 不好的我们要避免 不好也要不避免 不是只看人家好的 好的不一定适合我们用啊 但是坏的绝对我们不要去做 所以说这个部分不只在 在地的一个基本的教育训练 观念的提升 到国外的厂房的学习 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做 所以这个新建筑的规划 那有什么样的细经典 比如说刚刚局长有讲到说 可能晚上啊 可以有一些摊贩啊 那他们就可以开始卖起中午一些 新鲜的货色来做成一些 美味的食材这样子 我们规划的时候就是 就是我刚刚报告过了嘛 就是说有很多用途 但是我们有预留空间 因为我们地上 第三四五六的都是做停车场 或许可以拨一些空间 以后做观光使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但是这要靠整个市场的运作情况 就是说外国也是这样 就是从没有到有 从有到更好嘛 我们希望说 这环南市场盖完了以后 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这里还要特别跟各位介绍 就是说 环南市场只是我们 台北市市场改建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们有五六个市场要改建 包括第一口菜市场 包括鱼市场 包括环南市场 包括南门市场 都是我们要改进的行列 我们从环南市场开始 我们逐步的一边盖一边学习 然后也使摊上一边的训练 使得我们在六年以后 或者是说八年以后 我们台北市的市场是说 各位有亲朋好友来台北 或者外国朋友来 可以带他们说 我带你到市场去观光一下 就像我们外国一样 全世界各国人来台北 不是只有看故宫博愿 也不是看我们的其他的建筑市场 也变是一个很重要的据点 我刚刚提到说 市场经营到最后 它不是只有纯粹的买卖 包括说预约市 就是刚刚我们许市场所提的 我们希望说触控式的电脑 包括预约市的管理的时候 你家里买菜就是手机打一打 然后去已经称好包装完 你拿了就走 不只是市场的环境会变好 然后你的生活会变简单 而使得交易更为单纯 我想那一天我想会来到 就是要靠我们大家来努力 当然这个市场处 还有摊商的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我们当然公务局是一不容使 有较好的建筑结构 较好的软体设备 我们都会精益求精 使得这个市场越盖越好 也使得我们台北市的市场 会变成我们台湾地球全国的典范 甚至我们要胜过比较先进的国家 这样子 没错 所以刚刚提到这个老灵魂新生命 意思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新的营运管理方式 都要来引进 那我们这个副会长 对于这些新的营运管理方式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新的营运方式也是要慢慢的改变 我们要慢慢的去习惯这个新的经营方式 我记得十几年前 很多国外的朋友都会来观摩我们环兰市场 这几年以来都没有人来观摩 为什么 因为就是老旧 我们业者是期许说 未来我们市场改建好之后 我们不要常常去国外看人家 让国外的人来看我们 这才有价值 真的啦 是的 了解 好 所以局长刚刚这边有提到说 那么就是未来停车的规划 还有周围的交通 其实也是要列入考量 因为未来可能第一果菜市场 成功市场都要面临改建 那这个周围交通 比如说盖了新建筑之后 那可能会涌入很多的车潮 那这方面要怎么样来解决呢 我刚刚提到说 其实在日本 预约市的拍卖批发都是预约市的 我早就在电脑上预约市 所以去的话就是领货就运作了 我想这个是台湾应该要改善的地方 为什么 这预约市的话就是说 它从产地就包装好 包括你要买的鸡肉鱼 从产地跟你包装好 所以你送到这里就有人领走的话 这个会使得怎样 我们的交易变单纯化 第二个 交易变怎样 精准化 所谓精准化说 你就一斤多少钱 包装好多少钱 纹那多少钱 就一直改冠 第三就是说 市场的官吏也更容易 也不会说 现地的人力要发挥太多 那这样的话以后我们的市场真的是 就是已经包装好的分类好的 然后在那里交易 这样的话我们市场可以使用的空间就越长 我刚刚提到说 是不是晚上的话 傍晚就开始 大家吃饭不是去餐厅 我们就到市场去就有餐厅可以吃了 而且是很道地的很新鲜的 也不会说因为转到餐厅去这样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也会把交通的状况变好 变得变好 所以我们希望说以后的停车场如果 我们体外盖了740个 那我们盖好1900多 为了把停车的空间减少的话 是我们将来的期望 我想应该会 如果说摊商的部分跟市场之后辅导良好的话 我想台北市以后的市场是会变成观光市场 了解 好 这位处长 我们这边可以期望要给市民朋友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建筑跟市场呢 我想黄南市场在整个从沟通改建到整个新建到新建完成 它每一个阶段都绝对会考虑到摊商朋友的需求 还有在地里面的一个需要跟消费大众的满足 这个部分都有 像刚刚我们局长特别讲 改建期间就是配套的一个停车位的满足 到改建完成市场内部自我需求车位的满足 这个都OK 那我想整个市场改建的政策 这个其实在实现市长的政策就是台北市是一个移基的城市 是一个移基的城市 我们希望把它建立一个整洁明亮 它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市集 那对于老旧市场的改建 我们会就整体依照政策上去考量 因为有些市场是可以毁掉做回收做他向公共需求的使用 有些市场是有它存在的需要 那我们应该给它做改建整建做处理 那当然市场的改建有很多需要考虑的地方 像中继市场的需求 我刚刚讲摊商在地积民甚至合宿办公需要 当然还有所谓的议算 市场改建的议算非常庞大 对市政府议算的调配就非常的负担重 但是对整个大众消费者台北市民非常重要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市长还是秉持万蓝 把市场改建当做它最主要的一个政策在推动 那我想借于整个市场的改建 它是会整个经营习惯 消费习惯会做一个提升改变 它不是只有一个市场改建而已 透过改建 透过摊商经营态度的转变 透过消费大众对整个消费习性也跟着改变 所以它是整个都市的提升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整个 我们在老旧市场更新 希望短期就整个台北市西南区这边 就会变成一个都市更新的灾造的启动 带动整个大台北地区整个的进步发展 所以市场改建看起来好像小小的 它牵涉的部分真的很大 我再三感谢这段 环南市场能够改建成功 再三感谢我们摊商朋友的配合 周边里民的一个协助 大家的关心里长的关心 最重要的是务团队 大家给市场处的配合和协助 感谢市场政策的决定 谢谢 好我们谢谢三位来宾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分享关于环南市场改建案的过去 现在未来 也期望改建后的环南市场 能够焕然一新 并且提供一个 优质舒适的买卖环境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投家看台北 我们下次再会 市场是一个城市的橱窗 要在山村中内认识一个城市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到市场走一走 我一直希望说 藉由传统市场的改建 让老的灵魂有新的身体 让城市有新的风貌 环南市场在整个负责台北地区 有300吨的蔬菜的供应量 还有550吨的鸡肉的供应量 可以知道说它是很重要的市场 那我们这一次呢 把市场改建的总共发挥55亿元 分成这个两级把它完成 大概要1900多天的日历天 我们把整个工程把它完成 在规划的时候 就已经把它导入到 立建筑的一个整个的一个 规划构想 环南市场的改建 喊了18年 经历了四任市场 光是为了摊商的重力市场 就炒了很久 我们不能在改建的过程中 让摊商无法做争议 其实我们是完成一场 不可能的任务 我们成功的启动 环南市场的改建 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的市场改建 也会陆续的启动 我希望有一天外国朋友 来到台北市 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跟他讲说 贏 但最会来写蔡西亚 这就是我坚持的改变 大家好 我是诈骗集团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 我是怎么看你的钱啊 赵佩佩 你涉及的洗钱案 必须先把账务的钱交给我们监管 赶快把钱汇进来 假装让你傻傻家了 买完游戏典数 都来传给我 我们就可以见面咯 是不是很容易啊 其实我还有一个结招哦 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 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 这样才不会连续十二期被扣款哦 剪除再来 你被我骗过了吗 D65版差评专信 关心您的钱 是关心您啦